我今年的9月15号呢 在华山呢 担任特展就是No More Silence 最难解的人权谜团的这个特展志工 这些特展其实非常的特别 因为能够让参加展展览的这些观众呢 亲身体验到这些税灾户的无奈跟可怕的地方 当你说到这个莫名其妙的税单的时候呢 无论是你放弃申诉 或者是你决定要进行的行政救济的这些程序 其实最后啊都会面临这些你的财产被强制执行的这个命运 为什么 因为啊人民在行政法院的胜诉率啊 只有6% 即便是胜诉了 法官呢还是会把税单发还给国税局 其实并没有撤销掉这个错误的税单 然而国税局呢 其实只是小小的修改一下税单上面的金额 你呢还是要再缴一次这个错误的税金 不服气吗 那就再跑一次行政救济流程吧 无论你再怎么努力 其实也是枉然的 所以最后啊你都会被迫进入到被强制执行的这个程序 让国家呢来拍卖你的财产 而我呢在那个地方呢担任的志工的关卡 在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现场呢是有一句白骨新娘 这个由来是什么呢 这是在民国的106年的5月份 行政执行署的台中分属 首次拍卖的房子 这是个凶宅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位于在台中市北区的大楼三楼 郑小姐是这个屋主 因为呢98年欠税 104年的时候呢 实习署开始来追税 然后呢他来拍卖他的房子来抵税 当书记官找来警察 打开房屋进南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什么 他们在看到的是在床上躺着一屋完整的一副枯枯 而经过检察官的调查 他发现 这个枯骨呢 就是正姓的女屋主 大家可以知道 郑小姐的房子 他本来的房屋底价呢 是400万 经过三次拍卖之后呢 减价到第三拍的256万 他因为这样子被法拍呢 损失了将近150万元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 到底郑小姐到底是欠了多少的钱 欠了多少的税 来拍卖郑小姐的房子 让他来蒙受这150万的损失 你猜呢 150万 100万 10万 都不是 郑小姐其实只有欠48000块的税而已 政府就把她的房子 即便是人死了 也不放过 所以呢 参展的这些群众呢 都感到非常的压抑喔 哎 才欠48000块钱而已 有必要要拍卖郑小姐的房子吗 各位 这150万的财产损失 难道你国家要负责赔偿吗 对这件事情呢 德国欧斯纳布鲁克大学驻台教授 有连芙蓉教授呢 就提到了 依照德国的基本法第13条 住宅是不可侵犯的 这是绝对的财产权 而且呢 德国政府是不能够查封人民的自住房屋的 若非拍卖人民的资产呢 也不能够超过人民总资产的二分之一 为什么 因为他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生存权 财产权以及居住正义 连教授指出 人权是普世价值 在2009年 其实台湾已经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啦 近年来很多的法院也都以两公约来作为审判的标准 但是 行政执行主在拍卖人民财产的时候 却不顾人民的生存权财产权 各位啊 你想想看 辛苦了一辈子 最后连安身立命的房子都被罚拍了 郑小姐要怎么活下去 其实离谱的还不止这件案子 还有基隆的陈清旭先生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单亲父亲 在6年前呢因为交通违规的罚单 陆续被开出4张罚单 那罚还的金额呢总共是18000块钱 因为呀 陈先生他平常在外面打零工很少回家 而他的妈妈不适自 那在家里面呢 收到的罚单 也无钱缴纳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缴这个罚单 在2020年的1月底回家的时候 陈清旭先生才发现说 他名下的房子已经被罚拍了 一家6口被迫呢在4月底之前要搬离这栋 已经延续四代香火的主措了 各位啊 你可以想想看 一个打零工的单亲爸爸要带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 现在呢 因为只有欠18000块钱的交通罚单 连遮风避雨的家都没有了 那陈先生到底要怎么去抚养他的孩子呢 为了18000块钱 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吗 这些小孩为了人生该怎么办 没有家庭的庇护 又会造成多少的潜在的社会问题 其中更可恶的就是 其实陈清旭先生 他这个价值250万的股措 最后呢 是被罚拍以135万5400元贱卖 你可以想想看 他损失超过了125万元 那他到底欠国家多少钱 1.8万而已 欠18000块 却要损失125万的房屋拍卖的损失钱 要蒙受这125万的损失 而且行政执行署呢 还被陈志勇教授踢爆说 照片作假 资料变造 没有通知 当事人 等等这些丑闻 所以这个时候 监察委员王六林 蔡崇义 高永成呢 都主动的调查这件事情 才让陈清旭的一家呢 得以成功的救援 让宜安分属呢 撤销拍定 最后呢 陈先生也筹到的钱 缴清罚还 保住他的房子 针对陈先生的这个案件 监察院呢 提出了调查报告 监察院院长陈菊 甚至宣布说 将陈清旭这个案件呢 纳入国家文官学院 让每个公务员受训的时候呢 来知道这件事情 请问未来的每个公务人员 都能够施政呢 是以人权为核心 大家不要觉得 这两个案子就是个案而已啊 你知道吗 其实按照统计来讲 过去的三年以来 全台已经有累积 超过560个案件 只是因为 期欠不到20万以下的罚款 他的不动产就超到超额的 什么 刚刚的拍卖的部分 这明显的 也违反了什么 比例的原则啊 我们可以看到 行政执行法的第3条规定 大家可以看这个 行政执行的要怎么做 应该要公平合理的原则 兼顾公共利益 以及人民权利的维护 要维护 两个都要平衡啊 用适当的方法 来执行什么 拍卖的部分 不可以逾越 为了 要达到你的目的呢 而怎么逾越必要的限度 那各位观众 你觉得 欠了一万八千块钱的罚单 要法派人家250万的房子 让人家赔200万 不是 赔120万 这样子的做法 真的就是我们行政执行法所谓的 适当的方法吗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到底为什么行政执行署又这么努力的 去拍卖人民的财产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我那个 展览室的背后的墙上 还可以清楚的看到 行政执行署在炫耀什么 炫耀他的迹象 突破6000亿 迹象的这个新闻 根据行政执行署的统计 从2001年到2022年 这22年间 行政执行署新增的欠税欠费的 强制执行案件的暴增 在2020年的时候呢 甚至高达 1431万件 1431万件 暴增的7.6倍 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国财多少人 我国财2000多万人口而已 一年里面居然有超过 1431万件的欠税欠费的 强制执行三件 相当于你我两个人当中 我们就有一个人要被强制执行我们的财产 各位 你觉得这个数字合理吗 对于我国这个强制执行这个案件这么惊人的状况 其实法税改革联盟的发起人 继整理大学法律系教授吴景清教授呢 他就说过了 其实2000年后呢 行政执行在执行机关法务部的底下 他有什么 有税务奖励金以及行政执行奖励金的双重道德危险 让行政执行署呢 自己做处分 又自己去执行这件事情 还有执行奖金的利用 行政呢为了绩效努力而执行 让行政执行的绩效远远的大于人权保护的弊端 所以行政执行呢还可以积居体管收人民 让整个执法者看到什么 不正当的程序 而看不到人权的保障 所以吴教授他强调 国家 不是个盈利机关 更不是一个黑道讨债的公司 执行 绝对不是只有看行政绩效而已 说实话 国家真的不是黑道讨债公司 我们人民也不是待宰的羔羊 真的希望政府的官员要秉持自己的良心 不要为了行政的绩效 而罔顾人民生存 以及财产 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我国呢 采用的是 宿院前置主义 所以当民众啊 接受到刚刚看到的错误的税单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能够直接进入诉讼的程序 必须要经过复查 宿院的程序之后呢 才能够进入真正的行政诉讼程序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一所示 当我们对于这个宿院的内容不符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进入到的行政诉讼流程 如这张下图所示 就算那获得的行政法院的胜数 但是啊 我们的法院会判什么 很遗憾 他判决都是撤销原处分 或由原处分机关 定为处分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红色线的这个区块 其实呢 根据 去年喔 监察院在5月4号所提的 纳保法调查报告书里面所提到 其实 行政法院可以做两个决定啊 他可以直接就撤销你原来错误的这个行政处分 就是行政的这个税单的部分 他也可以回到 原来的这个调查机关 所以就是红色的这个部分嘛 他两个都可以做啊 可是呢 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走红色的这个部分 因此呢 实务上啊 法院就只会撤销所谓的复查决定 以及宿院决定 并不是撤销什么 原来的课税处分 因此呢 只要有这个复查 这一个保护层在这边啊 我们法院的判决 永远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原先错误的税单 这个时候啊 税针基金单单位呢 只要再重新改一下金额 重新再做一次复查的决定 我们就必须再重新进行了什么 司法救济的流程 让民众啊 陷入无限轮回的司法救济的这个困境 就拿太极门这个税务救济案例来讲 太极门师徒 寻求这个什么 税务救济的行政救济流程 长达27年的救济的路程当中 总共赢了多少次 赢了宿院会 赢了行政法院撤销什么 原处分 18次啊 18次啊 最后呢 国税局都只是重新修改这个税单的金额 再重新发一个税单 让当事人呢 身心俱疲 饱受这个违法税单 万年不死的折磨 却苦无救济之路 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严重影响到宪法第16条 要保障人民的诉讯权这个权利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我国的所谓的宿院前置主力 再加上 我们现在行政法院这些不合理 仅撤销 复查决定以及宿院决定的这种判决 就会成为国税局违法税单的挡箭牌 会阻断民众的行政救济之路 同时呢 也严重违反到公约 公正公约的第2条所规定的人民有救济的权利 但是 国税局对于监察院所提出来这些纳保法的调查报告书呢 却是无动于衷 其实我觉得 法院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啊 为了保护人权嘛 如果 只是为了要减轻行政法院的负担 而限制宪法第16条 保护人民的诉讼权 大家觉得这权衡之下 哪个比较重要 当然是宪法保障人民诉讼权要来的重要啊 所以这些所谓的 苏院前世主义这样子的做法 无疑是本末导致 更有可能很有被这些有心的不法官员利用啊 让这样子的做法去阻断人民行政救济之路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里面 根据监察院呢还在去年公布的 成年税单侵害赴税人权案的调查报告里面看到 还有多少件啊 还有29件的税务案件里面 陷入的行政救济这个回圈啊 已经超过了10年了 经过的行政法院的 复查 撤销啊 再诉讼啊 等等等等 10年了 还没有走出这样子的回圈 各位啊 人生到底有多少个10年呢 这个里面有多少团体 多少的家庭还陷在这些 无效的行政救济回圈当中 苦无行政救济之路 其实啊 行政救济之路也不是每一个都是 无解的回圈啊 就拿我现在工作的这个经验呢 我们的专利申请来看 当专利申请人呢 对于专利审查的结果有疑虑的时候 其实也是要走行政救济的流程啊 他必须要先申请再审 经过诉认 诉讼这样子的程序 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专利群的保障期限其实不长啊 是自申请日这天期呢 起算20年 所以你想想看呢 如果行政就业时间这么长这么长 那以后还有谁要来申请专利 就没有人要来台湾申请专利了 这个啊会严重的影响到我国未来的国力 以及产业的竞争力 所以啊 根据这个专利的行政救济流程呢 其实现在呢 有一些正向的改变 大家可以看到 下图呢是我国行政法院在112年3月9号呢 已经通过的专利法部分修正条文的修正草案 为了要建立这个专业的这个 救济专利的这个救济制度 他可以节省专利案件的救济时间 以及成本 希望可以早日的去解决这些纷争 有利于产业的发展 所以修正的重点如下 我国啊修订的 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组织法 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 以及专利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 其中啊 专利案件的这个救济程序呢 由现在的行政诉讼程序呢 改为准用民事诉讼程序的对省制 强化的什么 神议效能以及程序的保障 希望能够重建的救济制度呢 来跟国际接轨 由现行的 四级四省的这样的省级呢 改成三级三省 不服神议者呢 就可以什么 禁题 什么 诉讼 免经过数月的程序 警化这个程序 拿掉了刚刚所谓的党箭牌的设定 人民就可以直接进入法院 直接为了自己的权利 而进行去捍卫这个动作 而专利的副审的这个审查程序呢 也调整了 调整了什么 这些审议人员的组成 这个调查的过程呢 也不是只有仅仅是书面的审查而已啊 还要再加上延迟的审议 让申诉的人呢 有更完整的表达这些意见的机会 保障专利副审制度呢 让他更加的公正 虽然呢 专利法的修法还没有经过立法院的通过 但是 我们行政院呢 简化专利案件这个行政救济流程的决心 跟做法 其实真的可以啦 做什么 作为我们 税务的这个行政救济流程的制度呢 来当做一个好好的借金 其实今天讲的这么多 从万年不死的税单 让我们看到了 行政机关 会要逃避他的责任 竟然断送人民的行政救济之路 大开民主倒车 其实我们的政府官员 真的要秉持自己的良心 严守行政纪律 当人民受到 错误的行政处分的时候呢 让人民能够真正的得到救济之路 也在这个地方呢 呼吁全民 一起来 监督我们的政府 我们希望 有人权立国 让我们的国际两公约 能够落实 真的不是只是 随便说说而已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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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